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伙开心的仿佛开了个party 中途大夫还多次警告大家 不能拆掉城堡 也不要进来 在童话中 所有的警告都会变成冒险 于是一队人依然不顾大夫的阻挠 扛着摄像机进去了 有人小心谨慎 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外面看着小小的纸宝 内部竟是二次元 淡定哥就好奇的拿手摸了摸纸板 结果竟然被割破了手 血滴在纸板上就立刻被纸板吸收了 纸鸟能飞 纸琴能弹 更要命的是 处处都是有致命的机关 妻子和淡定哥都以为这个迷宫 只是大夫为了好玩才造的 直到先进入迷宫的胖妞触动了机关 在他们面前被割掉了头 喷涌而来的是红色彩带 一群人才意识到迷宫的危险 逃跑的途中遇到了大夫 一群人向他抱怨时才得知 虽然迷宫是他造的 但是里边的机关全部是迷宫自身生长的 经历了种种机关之后 他们最终找到了迷宫的邪恶来源 电视台三人组和淡定哥 负责托住变成纸板人的同伴 另一边大夫带着妻子 去找迷宫的中心 最终妻子勇敢地拿起了 不知道从哪来的五十刀 直捅迷宫的墙壁 大夫毅然决然地砍掉了迷宫的心 另一边也拿绳子勒死了纸板人 和邪恶的迷宫来了一场人质大战 众人也从中体会到了 童年角色扮演的乐趣 迷宫里就像世界末日灾难来临 男女主就像生死离别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阵剧烈的摇晃以后 迷宫变成了一堆破旧纸板 男女主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观众和角色都默认了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冒险时间里 我们怀揣着一颗放飞的童心 童真是最天然的幽默 小孩子的想法才有无边无际的想象力 因为孩子们有着肆无忌惮的透明感 一眼就看得穿 但一眼却忘不到底 或许我们的电影不缺少大师 而是更缺少顽童 未必是审查严格限定了我们的想象力 没有暴力情色黑暗主题 也一样能拍出永垂青史的佳作 好了今天的电影讲完了 如果你有哪部特别喜欢的电影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会选取点赞数比较高的电影 为大家讲述 我是电影兔不在家的雨硕 我们下期再见